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款游戏叫农场动物大逃亡 这是一款跑酷类游戏 在游戏中会出现一些蠢萌的小动物 看的也是非常的搞笑 这也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玩的游戏 如果你是农场里的小母鸡或者是小牛 你愿意被农夫盯上 然后做成鸡汤或者牛肉丸吗 如果不想的话 我们就帮助这些个叫动物逃出这个农场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第一关准备开始 看看第一关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们还是控着这只小剑逃脱这个农场 刚刚会看到农场主已经拿了大叉子 在后面紧追不舍 只要杀了我们的节奏 为了逃脱他的追捕 我们只能逃离这个农场 在这里我们要多加一些玉米 玉米可以为我们加塑 而且我们要点击屏幕的话 这只小鸡还可以起飞 但是它飞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啊 只是离地面一点点 但是也是非常快 前面就是终点 过了这个栅栏 我们就逃出了农场 这只小鸡的动作也是非常夸张啊 如果我是这个农场主 我也会杀了他 因为他已经太嚣张了 现在来到游戏第二关 我们的小鸡又出场了 这个农夫还是在后面追赶我们 在这一关出现了一个火箭 这个火箭坐着是非常舒服啊 而且不用躲避任何障碍物 所以我们只能是舒服一阵 是一阵啊 跳起来之后继续加我们的玉米 只要玉米加的越多 我们就会在原地起飞啊 虽然是要起飞 但是这个高度也是非常可笑 这款游戏看着是一种3D效果 但是整个画面不是特别清晰啊 给人的视觉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现在来到游戏的第三关 第三关可能会出现一些新道具 但是在路上我们一定要把它加上 这样才能完成这关的任务 果然出现了新道具 就是一个篮球服装 这个篮球服装就是有冲撞能力 所以前方如果出现隔板 我们可以进行冲撞 这样就会节省一些个跳跃时间 我们再试一次 果然是非常爽啊 但是我没有敢试验创汽车 如果创的话估计也是车毁人王啊 这个想法还是算了吧 这一关的汽车是非常多呀 而且躲避的也是非常迅速 但是在我们小鸡的一次 躲避过后还是顺利过关 这个农场主估计也是气得够呛啊 已经是第三次追小鸡 到现在也是一直没追上 但是非常的恼火呀 在这一关会出现三个道具 就是三把钥匙 如果把钥匙全部加到 也就可以顺利过关 加到一把钥匙 在这一关刚才我没有看农场主啊 如今已经被我们拉在了后面 继续上坡路又出现钥匙 如果这个坡路不上的话 这个钥匙很难得到啊 继续跳跃 这款跑酷游戏是我唯一一次录制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的 以前的跑酷游戏都会出现一些撞击 所以这款跑酷游戏也比较适合自己 前方的汽车是非常多呀 一定要注意躲避 多加一些玉米 如果玉米增加多的话 我们可以原地起飞 过去这个栅栏 我们已经看到了终点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后我们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